对战球狂 对战球狂的话 我想对球狂说的话 就是让球狂 比赛那天就洗干净脖子 然后等着我来杀他 最近就我们每个人状态都特别好 我就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 对下一赛的目标的话 就是希望我们能一直 一直状态好 然后能拿个好成绩 进个世界赛吧 我觉得戈基加赛那的话 他们强势就是在于 他们推线很快 然后和打船也很强 然后所以我还是挺喜欢 这队下路的 威武 其实我对Portico了解 还是蛮多的 然后因为之前也跟我走过下路 当时他水平还是平菜的 但现在已经成为 成长为一阵一滴了 就还挺期待跟他们下路的 很尊重球球 三班会不会搬船长 我觉得可以 对吧 你上把什么手之后 我就搬你什么 那AO 或者拿格温的话 点燃格温也不怕船长 对吧 看一下威武怎么想 AO是选择搬掉了 版本强势的猴子 再加个加里奥 果然 就搬你强势的 对头 诺斐教练也是 很懂 那这样泽利 看不过AO 泽利半了的话 赛娜这英雄是两边感觉比较喜欢的 这把塔姆是在外边的 是 但是感觉V5会蓝色方上来一抢 一抢赛娜吗 这两个队伍感觉有可能 但是你抢列纳塔 先给PP盖的保一手强势辅助 看看AO拿什么来应对吧 直接出赛娜了 有没有可能直接出像刚刚球救所说的赛娜哥基 感觉真可以 就如果说赛娜加萨勒芬尼 然后打卡丽斯塔加这个 但是出塔姆了 那确实可以不用再讨论这一点了 但赛娜塔姆打这个卡丽斯塔加上列纳塔的这个组合 感觉这个对线也得看手法 对应该能游住 ZZ直接秒锁天使 两边感觉锁的都很快 已经想明白了 朱德张感觉今天很锐啊 这个无论是手法还是心态方面 匆忙毕露 ZZ天使确实熟练度也很高 对 这三季有一把打AE那把 我记忆挺深的 对上来第一把MVP嘛 对 尤其在就是下河道口的那个位置 是的很秀那一波 L4班班掉了狐狸 感觉V5要不尊重一下霍吉 把塞拉斯给搬一下 这把塞拉斯能偷大招挺多的 还有霍吉的瑞兹 这个也确实是他的召开机 但瑞兹这版本真的不太好赢 确实不太好赢 打团这英雄感觉有点弱 太弱了 拆前排拆不动 对 而且霍吉还有一手乐佛兰 主要是 这个乐佛兰 看看Dream 哎呦 自己把乐佛兰给搬掉了 那4局这把感觉还是想 想搞点 塞拉斯啊 对吧 既然要冲 那就冲个痛快 V5塞拉斯感觉真的得办啊 纳尔也挺怕塞拉斯偷大的 是 赞了一个造星 这确实也是小浩在这个赛季 依然坚持用的一只英雄 打野位的话 破败王跟盲森其实都还在 对 赛拉斯 不搞那么多 确实如腿哥所说 就是一个好选择 除非Dream已经想好了 拿什么去打 但你真要说有什么特别好打的 应该也没有 哇 用阿卡丽来打 当然阿卡丽有可能Ritch用 这位纳尔已经出了 抱歉 那直接是阿卡丽对阵塞拉斯的一个对局 中路要凭刺刀了 是的 卡哥直接先选盲森 那这样 我觉得弗卫哥 弗卫哥还可以啊 中野战斗力还挺强的 或者就是上一把已经 曾经被送上班位的魔藤 我感觉 弗卫哥可能会比 NOC要稍微好一点 战斗力感觉更简单粗暴一点 对吧 跟着赛拉斯冲进去就是 一顿打 对 但是说实话 阿卡丽对阵塞拉斯的这个对局 其实在很早就有过这个两个 就这两个英雄之间的一个说法 当时最早的时候 塞拉斯还是带余震去打阿卡丽的 对 但是现在在 就是可能那个打法消失了之后 就这两个英雄之间的一个对局 现在又感觉又太一样了 如果Gym想要打出对线压制的话 还是得带个点燃 感觉没有点的话 拿塞拉斯应该没有 没有办法 对 而且尤其是在近几个版本里面 阿卡丽一直在遭到削弱 但是塞拉斯却一直在被增强 对 已经偷着加强两个版本了 对 所以这把 看一下吧 我感觉Forge确实 如直前腿格所说 舞台很大 主要这把能偷到大招还挺多的 对 就列拉塔大 纳尔大 对 然后阿卡丽大 说实话塞拉斯也很爽 对的 就最恐怖的是 列拉塔其实这英雄打比赛 辅助位不可能到16级 对 但塞拉斯倒是又等偷你的三级大 可以 只在这点上等于我多了一个 我多了一个三级列拉塔大招出来 你反倒有点顶不住 对吧 是的 而且这把我其实从A1的一个阵容的角度来说 就是先不谈但是阵容构成 但是他拿的英雄基本上都是 A1这边就几个人很擅长的那种英雄 对 这要拿的全是绝活啊 对都是小绝活 但同样的V5这边也都是自己非常擅长的一套东西 对 V5这把之后拿就很强势了 对 上中叶 加上下路其实都是能拿到线权的 嗯 其实上一把对于V5来讲 我觉得最难受的一点是两条边线对线出事了 我觉得这把确实应该可以改善不少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对像V5上一把中叶没啥联动 ZDZ有理解多兰戒的一个天使 呵呵 但他是致命节奏 可能觉得多兰戒回来快一点 就W多给自己奶一奶 对了 反正然后多带瓶药 索性就不带迅节步伐了 想进 三人组直接进来 Dream插了颗眼 全军出击 同样的AL下半区也是 不敢示弱也进来 哎但是没有放眼 嗯 可能看到对面有扫描吗 对 应该是看到了 对看到有扫描那就不放了 插个虚空眼看能不能骗个扫描 哈哈 但PV盖没上到 对 你讲下路组都是直接上线 我感觉这个下路组和一级的处理很很重要啊 两边一级都很强 就感觉谁一级处理好的谁就有机会抢二 然后拿到限权 但卡伊萨利亚塔一级很明显更强势 哦 这直接QB闪了 哇没想到V5双人组在这个场 是 哇 Betty也是很果断啊 但是这样的话 没闪的一个讯息 可能会给到卡哥机会 对吧 卡哥一会儿闻着味就来了 对 六级前Betty很危险了 这闪一交 等会儿被PV盖的闪现 铁腕金和Q到的感觉就要死了 却现在一级学Q的列纳塔 好像有点猛 对 配个这种致命节奏的卡丽斯塔 太顶了一级 是 中路 两边到达二级之后 反手E 被一个小兵挡到了 哇 现在V5三条线都在推行啊 再把阵容选出来 对线起来是挺舒服的 V5 先是补刀也还行 两波兵几落了三刀 小号三级 有想法 霞震先骗出来 Forge反手二段E 但Dream的所有还在 抓还是比较难的 对 Dream也懂啊 霞震交了的情况下 留E就行 来了 茫茫交妥 应该是等到了Forge的二段E 闪现捏上来 但卡扎立刻就在 雷达启动 Forge交闪 被闪现跟一拳 直接A死之后 小号这边看到两个残血 好无奈啊 W出手 但是有霞震 第二个霞震刷好了 小号这边交了闪之后 卡扎这边陈剑 拿下核心 回了口血之后 小号这边好在走位 躲了损舞 不然这波小号 搞不好也得倒 卡扎这波反蹲 太关键了 雷达来了呀 这也太及时了 AO动手 动手一瞬间 卡扎就到了 是的 是的 哦呦 霍杰 这么强 是吗 被他A了两下有点亏啊 我怎么感觉 他这波如果真的拉到阿卡丁 搞不好自己要出事啊 被他再打两下的话 卡哥闻着位就来了 就他是没事也不知道的 但看中路这个线有点危险 啊 他F6看都不看 直接来 只能说意识太到位了 上路 瑞奇变大打了一套 前十六级前 拿拿尔没办法 只能抗压升六 阿卡丁回家第一件整了个小重伤 其实打塞拉斯是需要重伤装备的 那下路方面的话 AO逐渐的慢慢的把线稍微拿回来了一些 但现在卡在这里很尴尬 卡哥感觉又要来了 嗯 Betty没闪的 这是个伏笔啊 感觉这个位置的球球 得帮忙挡点技能了 但是搞不好挡着挡就 嗯 闪现夺一下铁丸进盒 是的 哎 直接互动一下 还要跟老队友 稍微互动一下 哎 哎呦 下路上路多没闪啊 下一波好危险啊 是的 但是如果能扛到六级的话 就会稍微好一些 对 对 而且主要是塔姆这英雄皮糙肉厚 他如果只要留着W技能 就 其实左边这个下路 加上打野 就 如果不留技能的话 其实塔姆直接开EW走 也能稍微当个闪现用 对 但这段时间确实 V5在对线7 就拿下了小一千的一个经济优势 看一下卡哥什么时候控小龙吧 其实现在想控随时可以控 中下线全是比较兵线的 是的 中路蹭个经验蹭到了5级 直接绕兵线 想往上面去运动 小浩这个位置是直接露脸了 应该是要帮助这张推线 但这样的话 芒森是直接往上路再改 是的 纳尔过来打2V2 V5不虚的 来了呀 直接E 推回来 接W 接Q 天使大招 交得出来 直接换波大招 但是天使一级大司机太久了呀 天使这英雄一级大招160秒 这个英雄大招 没了的情况下 等会卡哥又闻就会来了 对 等会纳尔下一波大好 天使1V1都挺危险的 哎 感觉刀时间确实太久了 也可能是这英雄 现在最近出场率变低了 出场率变低这个原因吧 嗯 而且再加上大家伙现在开发出来 什么狗头打天使这种东西 什么猪卫打天使 狗头打天使 天使 感觉没有那么香了 天使 天使发现在上路之后 全动物的一个生态里面好像有点难以生存 但这英雄反正现在拿出来就是为了买一首后期保险吧 这把威武的这种手确实不长 后期天使有舞台 对 4 但是前提是先得把前面的 这些时间度过去啊 这样主着张就直接赶走了 知道上面也需要 有点怕 确实没有打着对面随便来越迁自己 哇 天使好难受啊 这样被尸肚层还掉了不少 但与此同时 AL 也是直接换半区 拿下小龙 下路方面看到了一颗真眼 抬一下 但有点动不了V5下路 4take已经升6了 是 而且先锋感觉V5会更主动啊 感觉V5下路还想再推一步 现在卡哥要先把野区给清一下 野怪6片全都在 对 不着急打先后 小浩升到6级来反蹲 但AD有进化呀 动辅助的话AD又有大招 是 这组合真不太好动 哇 中路方面在卡视野啦 焦大上来 卡哥又在雷达呀 佛吉沙大啦 这一动手对面就在 真的 卡哥闻着味就来了 在佛吉视角里 这盲森无处不在 那 击杀中战情况下这先锋拿的可以说毫无压力 确实你在Forge的眼里 这波他换血是赚的 然后GEM还把侠阵交了 对 看起来是非常好的动手机会 但是 没想到 这是个诱饵 伤到了 伤到了 这样先锋也是由蓝色方V5控一下 在阿斯塔的路程只有三层了 前锋直接放中路感觉都可以有机会推塔了 对 在下路方面 V5 V5是感觉到 红色方的中野可能在下半区 很严谨 因为他们视角里是不知道对面中野的一个位置的 中路突然先miss了 那这样Betty也换到两层肚层 稍微换点经济回来 诶 想要打招换血 但是推空了 诶 那个迅捷步法劳加速上来 但是距离没把握好 中路来放了 直接当面放 给阿里 而且PPG的电弹台跟他过来 一拆你中一了 这破级好难受 十分钟直接中一塔没了 这把真的卡扎前面节奏 是的 也不用多 就两波 就并且他是 那种来了就刚好对面动手了 对 就也没有浪费自己刷野时间 他补刀也很多 是 72刀 小号有点头疼 小号按tap看一眼 现在应该心理挺极的 主要小号这把三条路都不好配合 是 没地方抓人 唯一我尝试性动手 还被反蹲了 感觉现在只能拖一拖 哎呦 等天使16呗 还差7级 下路 下路 小号在下路反蹲 但是阿卡丽是先推完先先miss的 哎呦压力比较大 是 等下小号就是来保着吃线的 但是他现在 他压力大到连自己的三脚草头都不敢进去 但下半区因为是空的 所以无所谓了 卡哥又蹲着 嗯 但塔姆感觉没有那么好动手 是 这我就接个W看看这个塔姆会被W上来 他球球很稳 威武优势局限 视野做得很好 最后现在视野 完全没有过河道的 只能怂着发育了 看下条龙吧 下条龙 哎呦 感觉也接不了啊 看脸装备什么的 主要线完全推不出去啊 这针接不了 只能说L庆幸第一条小龙拿到了 这把应该是能拖到天使16级的 但说实话 现在这个版本的16级 呃 其实感觉16级天使一般都到了16级 自己家积极炸了 是 啊 这波想得Rich Rich反应很快啊 焦闪躲掉R的减速 那将打一个Rich的闪吧 在下路 但威武也知道你打野在上半区内啊 下路两个人还敢持线吗 哇 下路这两兄弟 有点强势啊 是的 霍击有TP 站着中路有T 塔下确实能尝试的操作一下 嗯 威武也没有打算命来 走了 还打了Footing一个进化 这波 这波 Dream往上活动 小浩这个位置可能跟Dream要撞个满怀 两边见面了 小浩赶紧了 哈 没有一塔保护Footing只能把线给拉回来吃 没什么办法 嗯 能让的资源 感觉都是能让的现在 哎呦 对 而且赛拉斯这个英雄 打前 就感觉也不是很舒服 加上环境又差 那这把补刀还跟得上 对 其实对线EV1没有出太大问题 主要 打起来卡哥每一波都在 对 这张货极很头疼 就被蹲到 又来 大刀推回来 逼天使一个大 哇 他知道这一波必须得大招保血量 对 不然的话 但是这波 对方人已经包过来了 这个感觉 闪现 得闪现躲一个QG灯 是的 交闪 然后物有交闪 加上QE 还是死了 MT也交闪 想踢小浩 小浩也懂啊 交一个R往后走 一收过收过到两个 两球队互相A了一下 保持卡萨溜了 现在完全进入V5的节奏了 V5中路推线 然后转线给边路压力 帮助边路打塔 这把有点像 上一把 上一把 是V5没有这种机会反手 这把轮到AL了 对 其实我还感觉就是 这个跟 我觉得跟赛纳塔布有一定的关系 就这两个英雄 你要搭配上中野的话 就是 感觉上中野 必须得非常主动 不然一旦先不到烈士 就是很容易进入到这种 可能连机会都不好找的一个局面 但最主要还是他跟那两波反蹲吧 嗯 直接把对面中野给按死了 确实 这个 就你中野是拿出来想动的 结果动弹不得 嗯 一加水球也给到了卡萨啊 确实前面 卡哥的雷达一旦启动 这个节奏 所以我现在却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加上五千块的经济优势 你应该说了 等我16 狂风天使 是 我还想聊这个点 没怎么见过 感觉狂风天使 那 有点吸不动了 伤害可能到时候有点刮 看看吧 没见过 而且本来就是AD流的天使 你越往后走其实没有AP流的天使厉害 跟别人说这是一个狂风的天使 卡哥先锋直接放出来 想要吃一下下路的二塔 再拉 TP绕后了 但正面 威武是选择直接后退 这波瑞芷是个大纳尔 也可以踢过来的 但正面的话没有好TP位置 搬走这边一个拉架涌霜 拉到一个匣阵里面的Dreamer 这边向下卡萨 卡萨被一个无尽私手给控到了 之后是直接一个耳镜的斩死 同学华这边交出了奥利收购 但是过去不管那么多 直接偷来的标准 他就乱两段上去 做得着 拿到这个人头 这一波瑞芷 踢都不想踢 直接带二塔 而且包裹卡丽莎也在回中二 还要顺势把下路这个战略点给吃一下 这波 击杀两人 AL这一波突如其来的团结 稍微稳住了点局面吧 虽然威武上路能吃个二塔 中路应该也能吃 但AL是杀了一个人 拿了一个战略点 杀了两个 但是AL 小龙也能拿吗 好啦 拿不了交踢了 交踢了 这波瑞芷该踢了呀 他懂了 主要 掉人头 可以接受 但是掉龙绝对不行 他们也知道 不能让AL这个阵容 真的这么硬拖下去 对 刚才好像是战略点的龙 很值钱 哎呀 这波AL后面视野做得有点好啊 威武没有排干净 嗯 球就闪现Q留着 哈哈哈 这波确实就是 团结的力量 都一收购收购了五个人 但是没什么用 那将 侧波打完 B5两条龙 经济 被AL小追回来的一丢丢 现在感觉AL就是得 不断的找这种团结抓单的机会 对 这波也有在想办法找 塔姆赛拿往上面靠 但Gymu 意识到了 你中路线这会儿都没人 那肯定是来抓单了 但主要是AL这个阵容本质上抓单的力气不强 这个阵容感觉也就只能靠TP绕后这种方 手法来看能不能抓一波 而且 竹刀感觉现场被单杀了 哇 完全打不动纳尔啊 是啊 三项加蓝盾的纳尔 这也懂 这波闪现跟大刀直接不交了 嗯 只要狂风也没交到 嗯 哈哈哈 狂风应该交过来拉扯一下 嗯 直接蓝盾减速 这是真瓜呀 天哪 真打不动更大 嗯 而且正面掉塔 哇 上中中下两座二台一起掉 绿队的车子 绿队的车子被撕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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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上 风俊反手 偷了一个表里沙达轮 直接 弃队突四 带走的封队 而求救这个位置被喀萨连到了之后 这波吞一手 啊 反倒实际上 队里面还称了个助攻 主打仗再被一招天翼波命中 哇,Double Q的卡莎 卡哥杀疯了 但兵线不是很好,没有上高地 V5处理一下兵线也得走了 再看一下这波 这V5看你敢追出来,直接二话不说,直接收打反打 这段时间V5处打起来肯定是优势的 我追到球球 好像被盲峰追了一路,站在小镜头上 从中路追到了下路高地 这两人活成的打了快一分钟 球球最后还没跑了 又有一个怪Q 卡莎摸眼过来 看到雷尔的双C 反手用秒秒,躲一下控制 正面小浩过来 是一个短时三打三 同时球就远来了 再加上一个TP 但是正面标里上的乱二段直接把Betty给容了 二段损舞上来再踹一脚 配合上盲森 盲森还拿了一个R闪 好帅的一波配合 但是直接被吃了回来 而正面的朱德章也倒了 朱德章这么大招还没刷新好 朱德章就将这个厚实表皮 直接开一加W 身边抢走 V5可以直接去大龙了 是的 现在就开始 打到这个局面上 就是上手法了 就各自开始表演了 V5在这一把也回进了一把雪球局 起码打到目前为止 AL确实除了那一波下路的团结 5抓2 5抓3之后 也很难再找到另一波的机会了 小浩在自家游去想吃个野怪都能 大纳尔变小 现在开始变成小纳尔 疯狂AA 吃到了这个茶蜡之后 Rich发现不太对劲 人有点多对面 赶紧留 Rich还往这个位置走 交易没闪的Rich要死了 有点浪 这把不是很想要MVP 感觉他这波直接走龙坑溢上去就好了 那这波A要5个人 感觉小龙得试一下 唯一的机会了 真的试一下这个 对 但V5也想跟你操作 直接是所有上来 一个烟雾弹给自己 阿卡丽在拉扯 球球想进去探 V5在岸上 随时准备打火龙果下来 这个火龙 A要打到2千4了 踢波命中 可能要拼逞了 这个龙是谁的 龙是蓝色方的 随不进来R1 加上2段损5 开了个秒表 朱泽扎的大招被脱掉了之后 这边看着啊 朱泽扎应该要倒到2段 表里杀扎的进场 或者这边也是偷了一个表里杀扎的 二段结斩斩这边的KASA 但是没有后续了 A要求求填死了 DB卡的之后 被V5拔毛而死 三杀的Full Take V5双C打团伤害 拉得太满了 没有人可以限制 是的 Dream这个阿卡蒂也是 手法有点好 看他出来属性度还是挺高的 就各种阿易什么的精神 乱七八糟的 就一顿操作 现在这一波打完 哎呦感觉 这把已经非常非常难了 等不到天使十六了 还差三级 就算到十六感觉也没用了 这一把 对 说实话就是那种 没伤害 就是 每当我们说起要等天使十六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意味着这把对军 这把已经久一看了 对 因为现在的天使十六 不像以前最早的天使十六那样 真实伤害的时候 对 那会有真实伤害 那真的是十六级太快到了 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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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卡一加秒表 在里面拖了很长一段时间 是的 卡哥还把东西抢了 AL直接绝望 中将也是很独立的在打这波团战 换了两 大家拼的机会也拼一下 但确实现在装备力是太大了 炸 爆弹推上 有了大龙buff 最后的一个点时间 但纳尔现在下面带 哎呦一个人是完全打不过纳尔的 两个人也拿纳尔没办法 对 那就在一直在下面去给你压力 开 上路要掉了 这样的话 AL将要面对的是三路急破的局面 AL现在开始推手双子塔 后地直接滑不上来 莫菊偷了个阿卡丽的大招 随时准备上前 现在 AL在等V5给点破绽啊 那现在瑞奇又变大了 瑞奇直接走上去开中头撞塔 被一个泳霜定到 纳尔暴 不 天使打纳尔暴击62减伤害 太刮了 没办法买 这一波直接开大 大招交完变小 莫菊偷了自己的精神 凡主上来直接打一套RICH 但是真的RICH好肉啊 两边在这里磨蹭了半天 双子他倒了一座 后面的第二波兵线已经要来了 这波AL将会面对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这些暗影两边交出来 莫菊还在跟RICH缠斗 下来看一下 哇 卡扎 好帅的一个七四回旋梯 直接把竹子塔给秒掉了 那自己也倒下了之后 看一看这波Dream 直接二段随五进的泉水 差点就被泉水给击杀了 但是剩下的队员 已经可以打扫战场了 再次一波三杀到手 VOTIC现在9-1-4 我们也恭喜V5 在第二局19-7回进了AL一把 漂亮的选手局 恭喜V5搬回一层 是吧 V5调整得不错 从这个卡扎的雷达带领之下 然后后面就一路上就是V5的节奏